接下來的話呢 其實我主要是針對什麼 剛剛的這個題目有沒有 輸出之後 我把它放大一下 把這個題目把它放大 其實你會發現 另外一邊 就會長出有沒有 假設有點像 只有第一個這個地方不一樣 中間這一排有沒有 中間這一顆心好像是獨立的 左邊跟右邊好像有點像一個 鏡子一樣 鏡射過去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的理解是這樣 其實我可以把規則改一下 中間這一顆心一定會有 所以是1固定的 1加上什麼呢 i 有沒有 i的數字 可以用i來比對 i的數字的話呢 就是當它第一次 把它的i值數字減1好了 減1為什麼 因為把它歸零 在乘上怎麼呢 乘上左右兩顆心 乘上2就可以了 也就是左邊右邊嘛 這邊一顆心嘛 左邊這邊 左邊又兩顆心 三顆四顆 五顆六顆有沒有 一直到底下是12嘛 所以這邊是1到12嘛 那這邊是0嘛 所以我可以把i減掉1 乘上2 這樣就ok了 這是我想出來的邏輯喔 ok 所以我們跑跑看看 ok 所以怎麼寫呢 可以把公式寫在這邊 那寫的方法一樣 不過這邊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要跟自算乘的話 你要先把公式做完 再跟它乘 否則它不接受 所以記得一定要先 這邊乾脆先給它一個刮乎 意思說我們先在這裡面計算完 再跟前面乘 那公式就1 一定會有一顆中間那顆心 再加上i 第一次沒有 所以減掉1 然後把它刮乎起來 i減掉1對不對 乘上2就可以了 就左右兩邊 那第一次喔 不要有心 第二次左右兩顆就是各一顆心 再來就是左右各兩顆心 左右各三顆心 所以我的邏輯是這樣想 ok那我們來試試看 結果會不ok呢 試一下喔 這個沒有喔 把它直行 有沒有發現跑出來了 它就一顆心 中間都一顆心 那第一次呢 沒有喔 第二次的話變成i減掉1 第二次2嘛 2減1的話1 1乘上2就左右各兩顆心 然後再來就是左右各兩顆心 一顆 再3 4 5 6 一直到12顆心 那最後就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ok 應該 聽得懂吧 第一次2沒錯 但是你第三次變成 你要表示說我原來的東西已經變了 所以才聽2 甚至這裡我沒看到原來的東西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說 我的邏輯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好像中間的東西一定要交代 就我中間的東西我變大 然後我只要加2 我變大 我加2 我變大 加2 但是這個變大的東西 我不曉得是怎麼弄 沒有 它就剛好左邊右邊 左邊一顆心 右邊一顆心 所以是乘以2 左邊右邊 像這個是左邊右邊 各2顆心 左邊右邊各3顆心 ok 不過當我講 中間 沒有啊中間都一顆心啊 從頭到尾它這邊 從頭到尾都一顆心啊 所以一顆心的話固定就是這個1啊 嘿嘿就是這樣子 ok 不過沒有關係 跟各位講喔 這絕對不是標準答案 怎麼說呢 其實啊你們開始在分析啦 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另外一種解法 你看喔 這邊不是1顆心 底下是3顆心 底下是5顆心 底下是7顆心 那它有沒有一個規則 叫2顆心 對啊 所以啊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用這個公式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第一時間看到就是我看到的 我根據我看到的規則 我把它敘述寫出了公式 當然也可以得到 但是我後來又發現說 另外有一個規則 就是它是13579 有沒有一直到最後 就是基數的部分嘛 那如果基數的話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嘛 我可以改嘛 我假設我不要用剛剛那個方法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如果基數的話應該怎麼 就是用什麼呢 第一次是1嘛 所以其實可以用什麼 1加上什麼 第一次是1嘛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不會也是一樣 還是1 那我可以怎麼樣 用什麼方式呢 13579 然後但是要用I去產生喔 乘2減1 對 好 所以 比較簡單 用I的嘛 乘上2 但是如果你乘上2 第一次變兩顆心 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什麼 減1就好了 有沒有 那減1 因為先乘完之後再減 所以你連瓜糊都不用 對不對 反正乘完嘛 1乘上2 那就連2嘛 2減1剛好一顆心 等到I等於2的時候 就4減1剛好3 然後再來就是有沒有 13579 剛好match我們要的這個邏輯 特別說只要match這個邏輯的話 再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跟上面的完全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所以喔 就看你自己看到的是什麼 你就可以把公文寫出來 你想說老師那還沒有可能它第三種 有啦 只是說看你怎麼看吧 所以我剛剛看到的就是 因為我第一時間 我們本來是從直角這邊看 所以我從直角的角度看 我會想說我第一個預設會有一顆心 然後我再把左右這兩顆心變出來 所以我才會想到剛剛那樣子 那等到我輸出完之後 我發現不對啊 這個好像就13579 有沒有 一直到最後 那我不如就用這個方法 i乘上2-1 那不就OK了 不過你們可以再試試看吧 看看有沒有第三種 第四種 反正呢 程式是這樣啦 如果你想的方法越多 那表示說你能夠做的 可能性也就越多 那你可以從很多種的寫法裡面 挑出一種最簡單的解法 有沒有像剛剛那個解法 我講第一個你就不會想要考慮了 對不對 但問題如果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表示你也是厲害的 OK 可以把程式寫得這麼複雜 對不對 也是不簡單的 所以有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第一時間 通常會把程式寫得很複雜 然後第二時間可能慢慢再看到一些 可能才可以再修正的地方 所以程式有的時候 真的不是說 第一個時間就寫出來了 可能還會經過千錘百裂 所以有些程式看起來 最後會非常精煉 絕對都不是第一時間寫出來的 所以像我們教書教那麼久 也是一樣 第一時間剛開始教 一定是教的沒有像現在這麼流暢 一定是教的那個 就是有點像主播 一直螺絲掉滿地 一直在咬螺絲 所以我現在看新聞主播 我就會有那種職業病 我就會一直 這主播怎麼一直在重複某些字 或者某些那個 有些罪字 就會特別會聽出他哪些地方不OK 或者有時候會聽其他YouTuber 那個老師的教學 也會覺得說 第一時間不是學習耶 第一時間反而會聽到說他哪個地方不OK 但也會想想說自己的有沒有哪些地方不OK 想要把它修正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試試看這部分 所以剛剛兩種解法 兩個都可以盡量用理解的 不要死背 因為如果死背的話 這個 這也 不是說很OK 因為你背起來說將來也只能應付這個部分的需求 但如果你將來如果還有別的地方的變化 那你就不OK了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訓練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個問題 你可以馬上想到對應的程式 那你可以把那個問題給徹底解決掉 就不需要用土法鏈鋼 就可以把所有事情自動完成 甚至以後可以達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可以自動時間到自動執行 然後有點像就是你把一個助理寫出來 甚至未來還可以結合像那個AI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機器學習 就是他本身又有學習功能 也就是說剛開始也許他沒有做得非常盡善盡美 但他可以藉由學習過程當中可以去修正 可以讓他不斷越來越好 所以程式本身也可以讓他越來越好 像剛開始工廠的工差很大 他慢慢就修正 修正 修正到最後實在是太完美了 工藝極品 那就是需要靠AI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OK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講到這個等腰三角形這部分 那我想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就先到這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會把File迴旋講完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講第一類的證照考慮 所以今天那個書的話 回去有時間也把它翻一下吧 第一類部分 好 謝謝